好 開始錄影了 好 各位親愛的同學 我們現在開始了 我們一樣都是做3A的集題 麻煩你拿一本寶 拿一本書出來寫下 應該是你昨天在家裏做的 我們現在對答案 首先8A就是我們現在要找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x軸距 就是簡稱x軸距 第二件事是y軸距 簡稱y軸距 在這條題目我們要先看看顏色 首先顏色其實是y等於1 y等於1 即是無論x是什麼 y也是1的 x是0y是1 x是2y是1 x是3y是1 x是4y是1 x是5y是1 x是6y是1 如此類推 即是說當x是什麼數 它的高度也是1來的 x是什麼都好 高度的y也是1來的 換言之它是一條橫線 而這條橫線就穿過y軸在1的點 穿過y軸在1的點 我們就說這條方程 就叫直線方程 而這條直線方程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就是y等於1 應該是這樣畫的 好了 我們回答另一條問題 既然它碰到y軸在1的點 所以我們就說 既然它碰到y軸在1的點 我們就說y軸距就是1 在這個位置 y軸距就是1 但是很不幸地 其實這條線是和x軸平衡的 X軸平衡 就是說它碰不到x軸 那碰不到x軸 既然也碰不到 那怎麼會有x軸折距呢 所以我們就說 x軸折距是不存在的 真的嗎 x軸折距是不存在的 真的嗎 那兩條數呢 A和A的兩條呢 我們答完問題 B的呢 畫圖 那這條題目呢 要做三樣東西 先畫圖後答問題 或者先答問題後畫圖 那我自己呢 就一起做的通常 那你上面寫回A 下面寫回B 那就可以了 順回這個次序 OK 那有沒有疑難呢 很奇怪的 你以前呢 你就x軸折距 代y是0 那y軸折距 你代x是0 那在這一條呢 你是用不著的 可以嗎 在這條題目 是用不著的 因為這條題目 其實是一條橫線 那所以呢 你可能會輕機的 你代入去的時候呢 你是不知道怎麼代入去的 因為它沒有x 它只有y 所以這個技巧呢 不是說不對 在這個情況 我們是用不著的 可以嗎 B那條 第九那條呢 即九那條呢 我們就用得著了 x軸折距 代y是0 y軸折距 代x是0 那我們去移一移下面 我先拍一拍照 先拍照 免得你們抄不及 麻煩大家抄不及 看Whatsapp 因為時間不等人 我們 有些同學是歸速的 有些同學是很快的 有些同學是很快的 很簡單 我們x軸折距 其實 就代y是0 計算x出來 那你6乘x 要等於y 但是y是0 那就是y也要x 你可以寫成 6x也要0 因為y等於0 那你調6過去 0除6 都是0 所以你計算到x是0 那我們就回答別人 x軸折距是0 那就做完了一半 好了 另一半 另一半 你代x是0 那你就計算y 代x是0 那y就等於6乘x 但是現在x是0 那你代入6乘x 即是6乘0 6乘0 所以xy也是0 那就是說 它現在會穿過 我下面的圖 歐利點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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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x是0 其實就是說 它現在穿過0 0這點 好了 但是我們畫圖 我們其實要代三點 我昨天說過 你畫一條直線 最少代兩點 那如果你畫一條直線 想再準多一點 就代三點 那我們現在代哪些點 最簡單 你代x是1 x是1 那你y呢 其實就會是什麼呢 y就應該是6乘1 6乘1 就是6 所以說 基本上 你可以說去穿過 x是1 y是6 即是現在 紅色這一點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要向上看 知道嗎 x是1 向上看 y是6 向上看 這兩個箭咀巧合 就去到這個位置 可以嗎 所以你們要知道 那個箭咀 是怎樣 即是那一點 是怎樣產生出來 x對於1 向上發射 y對於6 向右發射 可以嗎 那這兩點 相交這一點 其實基本上 是什麼意思 是 打橫行一格 打直行六格 那就為之16 打橫行一格 打直行六格 那就為之16 那就來到這一點了 那你有這兩點 基本上你拿一把間尺 連起來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懶 不想畫這麼多點 其實都沒有問題 x是1 x是0 x是16 那你又把這兩點 用盒色 承綁起來 然後就收工 這樣 是1 16 其實是要計 的 同學 他沒有給你的 你沒有一廂情願 以為他會給你 不會給你的 你要自己計 對不對 你說 阿Sir 他沒有畫 他電腦 電腦偷雞 不畫 我們是要畫的 是不是 你沒有這一點 根本你不能作條線 所以基本上你是要畫這一點 最少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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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直線你兩點 其實都 可以拿一把間尺 好準連到 基本上 所以最少兩點 對不對 好了 整條數就完成了 第九條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我自己 自己開咪 自己出聲 看看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 move on 繼續第十條 我要抄襲 Everybody 現在你不在班房 我看不到你有沒有抄襲 你要自己自律 抄襲一些東西 到你本藍色寶 這樣就可以了 OK 抄襲一下你就認識了 好了 第十條 呢 條襲就 在這裡 y等於x加2 一樣 我們要做兩件事 就是計過 x軸折它 那我們怎樣 就代 y是0 y軸折它 那我們就代x是0 那你就算了 那你就算到 很簡單 你就代上去 你便算到 怎麼出呢 我再仔細說一次 這裡怎麼出呢 很簡單 一條題目是 y等於x加2 你現在y是0 即是0 0就是x加2 所以你調過去 負0-2 就等於x 那負2呢 即是提提數 都可以代到0 是提提數 也是這樣 除了剛才第八條 因為你那條是沒有x 只有y 你可能無從入手 其他有x有y 曲線都是這樣做的 都是這樣代的 曲線都是有x軸折它 y軸折它 即是二次行數 都是這樣做 條條都是這樣做的 反過來 如果問x就代y 問y就代x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是剛剛相反的 你不要問x軸折它 你代x 因為我們現在要計算x 你要計算x 其實你是要問 它會碰到y軸上面哪一點 那其實就會是 現在x軸折它 就是這個位置 你明白x軸折它 其實的意思是x軸上面那一點 在這條線的y 永遠是 是0 行不行 那如果它沒有寫x 那要怎麼做 沒有寫x就像剛才那樣 你先畫一條線 永遠y對1 先畫一條橫線 那你就感覺到它沒有x軸折 嗯 同樣道理 譬如你代x是0 那你就可以計算y軸折 為什麼 因為如果人家問你x軸折 其實就是問你現在這個位置是什麼 那你下面x是0 所以你要代x是0 去計算y軸折 那不是很難的 這裡很簡單的 這裡我打一次出來 因為y等於x加2 那你代x是0 那就0加2 那你0加2就是2 所以你就回答別人的問題 y軸折它是2 好了 好有用 好有用 當一條題目如果它兩樣都有 即是說其實它有兩點 而這兩點 你拿一把鉗尺連起來就可以了 即是說剛才 其實x軸折是第一點來的 y軸折是第二點來的 現在紅色點 你拿一把鉗尺連起來 就好像我現在一條藍色線 穿過去 穿穿牆 從頭到尾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你的責任就是 找個x軸折是為了什麼 為了生產兩點出來 而那兩點雖然它是軸折 其實它也是座標 它的座標即是折它 即是折它 即是座標 可以嗎 因為有很多人不太明白 其實這兩點 我們給它座標去 其實上面這點是0二 下面這點呢 就是負二0 我們簡單點 不想寫那麼多東西 寫那麼亂 直接在y軸上面標示二 同樣道理 我們不想那麼亂 我們直接在上面標示 是一個二一個負二 這樣就收工 這樣就連起來了 所以其實呢 為什麼無端要問x軸折去 y軸折去呢 是有原因 因為它是輔助你去能夠很快畫到直線 可以輔助你很快畫到直線 是不是 所以其實 為什麼要問你x軸折去 y軸折去呢 就是正正是這個原因 對不對 不能夠不認識的 同學仔 折下它了 好了下一條 曲線 曲線是麻煩一點的 曲線是麻煩一點的 首先讓這個圖看一看 整個圖呢 理論上呢 是要這樣畫的 其實很複雜 是有點複雜的 首先我們呢 現在是中五量了 中五其實要學一些深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們其實要判斷幾樣東西 第一件事 這幅圖有什麼特性呢 經常都會問你 就是對稱軸 對稱軸 我昨天說過了 就是set什麼 記得set什麼 飲可樂 飲曲 zero 做對稱軸 就要set zero set做零 set中間這個數做零 因為中間這個數 正正是令到這個完全平方 是會最小或者最大 就視乎A位 昨天說過了 A位 買大開小 買小開大 A是1 即是大於0 反而呢 這個就是最低的那點 我們就說最小值 我們中文呢 就寫極小值 這個正正就是買大開小 買小開大 就是這個意思 A大於0 反而是極小值 最低的 好 這點最低是多少 其實很簡單 外面的數 是負3 這個數就是負3 為什麼 阿Sir 昨天我講過的 x-4 二次 這個數 其實 最小是0 所以 y 是等於這個 就是 y 最小是0 減3 y最小是負3 所以正正這個數 就是這樣去想出來 全部是有concept而言約 不是逼你去死記 是逼你去理解 為什麼我們要set0 想計回對稱軸 真正的位置 正4還是負4 不用猜 不用猜 把中間這個數 代為0 計出來 x-4 等於0 x等於4 打直這條線 正正就是對稱軸 這條線 我們用虛線去表達 因為這條線 其實不是這幅圖上面 所以我們其實是應該要用虛線去表達 好了 但是一條曲線 你不能夠只有一點 雖然你有最低的一點 但是你不能夠靠一點可以畫到圖 所以我們的責任 就是要找多2至3點 那怎樣找多2至3點呢 很簡單 又是那句問題 你懂不懂找x軸距 y軸距 如果懂的 這條數就算到 因為都是那個過程 x軸距 代y是0 y軸距又代x是0 那就是說 我們這次 如果找y軸距 其實是代什麼 就是代x是0 這個數好像很難代 其實不難的 就是0-4 0-4 山窟繞2次 就是,4,4就是16 正是16 基本上你有這兩點,就可以用曲線畫出來 不是直線,如果是直線,我們會這樣畫 這樣就會錯了,因為我們要有弧度 既然我們要有弧度,要有幾彎? 所以沒有辦法,我們要在這兩點中間 不能偷懶,要找多一點 這個題目就給你一個提示,就是你要先找一個x逐節 這個數,如果你找到這個數,那你就可以生產到這一點 那你就三點都有齊,我們俗稱的三點 已經顯露了給你看,當你顯露了三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一把,我們叫蛇尺 你拿一把蛇尺去畫,那就很準 沒有蛇尺 以前我們讀書就會自己去書局買一把 但問題是,如果你沒有買,我手頭上也沒有的 那你就要徒手畫 慢慢畫,慢慢畫 這樣就畫到的了 既然這一點是對稱 對稱呢,它對面這一點呢 其實應該有一點是對稱的 跟它一樣的 因為這兩道是等它的 那既然這兩道等它呢 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這一點呢 真正的數字是多少呢 其實可以計出來 那你說是不是很難計呢 有一點點難計的 這次我們慢慢陪你計一次 那這次呢 我們x逐節它呢 其實反而代y是0 代y是0 代y是0,這個數字複雜了 好像 這個數字好像複雜了 那我們可以怎麼計呢 我們慢慢調位 三調到右邊 那就是0加3 因為你可以這樣調的 是不是 好了,要整個二次 那怎麼辦呢 整個二次其實也不是很難 整個二次我們要怎麼辦 整個二次就是開放的 是嗎 慢著,慢著 初中就這樣開放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高中 所以高中呢 開放的時候呢 還要加多一點點東西 加些什麼 知不知道加些什麼 正負 對,就是正負了 因為負的二次都是正數 正的二次都是正數 所以我們呢 這裏呢 其實我們是要給正負開放 所以複雜就複雜了 這個數呢 他開放不到 比我九里你開放到 比我三里你開放不到 那我們怎麼辦呢 就keep住這個三照抄 寫正負開放三 那最後呢 那最後呢 負四調過去 那就是正負開放三加四 那正負開放三加四 如果我這兩個調轉呢 你就可以寫回X 就等於四加減開放三 那就是換言之X呢 是四加開放三 或四減開放三 即是或者四減開放三 那哪個數大一點呢 這個數大一點 因為兩個數正相加就大一點 這個數小一點 因為四減開放三就小一點 那你不相信你試試刷機 這個數是一個小數 那如果你畫圖呢 其實你不用那麼複雜的 你寫回一個小數呢 你就容易些 即是說如果你按機呢 你就按到2.26 那麼進了位2.27 那就是說這個位呢 如果你想寫小數呢 就寫2.3都可以的 因為其實是2.26 7.949 那你寫2.3吧 那如果你四加開放三 你右寫機呢 其實就5.73 5.73就是5.7來的 因為通常我們的格子 都是去到最接近的0.1 那我們無謂畫得那麼細 那我們隨便拿一個弱數 2.3、5.7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其實是描繪 描繪就是不用那麼準的 你太準也沒有意思 但是又不可以太過不準 那我們拿回一個平衡 所以你又寫四減開放三 其實是沒有用的 你應該是如果畫圖想準 就應該是畫2.3 旁邊是5.7 那你就畫了 整幅圖 這題目已經是深很多了 因為它牽涉的東西 是要比較多東西計的 對不對 那你自己抄一抄它 那你去回答別人的問題 那條問題呢 是問你開口方向 頂點座標 對稱軸 那很簡單 你的責任是什麼呢 寫回這三句 x二次的係數都要1 大過0 開口向上 頂點座標4-3 對稱軸 x就是4 接著這裏 就是計過 x逐節距 代替y是0 那我剛才表現了一次給你看 下面 y逐節距 代替x是0 所以你要回答別人 1,2,3,4,5樣東西 那你才可以畫到一幅圖 那所以這些呢 我們有形容為呢 就五樣東西 畫完 寫完 先開始畫圖 那你就最準 那 比較多東西要寫 那 要有少少耐性的 你們 行不行 那下面這幅圖就是這樣的 OK 上面就是這樣的 OK 差不多看Whatsapp 因為 始終zoom的時間有限 我們好像時間沒有多了 我已經 踏結落台 好了 做多條 12條 12條跟剛才一樣的 我們首先呢 要告訴自己 這個可以向上還是下 好了 看看A位 A位 就是 Y等於3括號 x-5 2次 加11 現在還有12條 那我們看回A位 A是3 即是A大於0 所以就開口向上了 這幅圖 就應該這樣畫的 好了 頂點座標 我們看回那兩點頂點 不是很難的 外面這個數 11 就要對下去 右手邊這個數 11 左手邊這個5 為什麼呢 我們設定0 這個x-5 做0 當這個x-5 我們設定0 x就是5 所以換言之 這個也是對稱軸 很棒 一次過你做了兩件事 你做了頂點的x座標 是5 你做了對稱軸的方程 x對5 所以你做了這一點 其實就是x是5 y是11 好了 那未計 x軸距 y軸距 因為我們要計完 你才可以畫到圖 好了 你們代替x是0 和y是0 我們先代替y是0 好了 這個調過去 負11over3 糟了 任何東西的二次 沒有可能負的 為什麼呢 那怎麼辦 阿翔也不會做 不用徬徨 首先我們想清楚 因為x-5 二次 你負11除3 都不會變正的 那就是說 x-5 本身那樣東西 是大於等於0 那不可能是負數 那不可能我們 數學上面 寫寫兩個字 對不對 因為這件事沒有可能發生 那就是說 換言之 你計不到x 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說什麼 計不到x 就像剛才那條 半天調 剛才那條 現在不是半天調 這一條一樣的 其實這條題目 都是半天調 就是說這幅圖 理論上 就應該是 現在好像我 掃描那樣畫的 這樣半天調 這裡是跌不到 x軸距 而最小這點呢 就是 51 但是你要計 y軸距 計上y軸距 就可以做到 不是很難的 或者代替x是0 3乘0-5 2次 就是3乘25 3乘25 3乘25 就是75 75加11 就是86 那這點應該是86 那這條數已經畫完了 51 86 阿水不是很 不是很漂亮 不是很對稱 大哥 我徒手畫 是差不多的 秘魯說 一定是我的 是不是 我現在給你看看 電腦 電腦就在下面 這樣 他只是碰兩點而已 哪兩點 這次沒有碰四點 剛才碰了四點 阿水 現在其實只有兩點而已 就是這點 和這點 然後你就拿一把蛇尺 畫過去 阿水不行 你教的時候 不是這樣 你說弧度 起碼要有三點 沒有辦法 你現在x熟節 你沒有 那怎麼辦 有辦法 不如我們在這裏 中間 作一點 出來 計算 這個數 我們計算 這個數 未必不行 我們計算 好嗎 我們不如 這裡 當x是2 好嗎 如果我當x是2 其實都可以的 試一下 3乘2-5 3 3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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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7加11 即是38 換言之 換言之 如果x是乘2 其實這個位置應該是38 那你對面這個 因為是對稱 這個也是38 那這個 這個是多少 這個呢 就是2 加3 是5 5加3 應該是7 所以這一點 應該是7 38 因為是對稱的 而這一點 就是2 38 看不見 它電腦也不夠準 我顯示這一點 現在我們就有4點 就是1 2 3 4 再不是顯示這一點 86 x是0 即是10 因為這個距離是5 這個對稱也是5 5加5就是10 所以這一點 就是10 86 如果像我這樣 就包你準 因為那幅圖有5點 當幅圖有5點 再加上10尺 就超級準 哇 sir 是 夠了 5加3 不是8嗎 哪裡 下面那個 為什麼我寫了7 我剛才讀的時候 讀了8 為什麼我寫了7 手柴 對 為什麼呢 好 不好意思 手柴 加4分 歐維樂 真的要 非常專心 好 即是證明大家都有專心上課 我很感恩 很感激 沒辦法 時間夠了 我們回答誰 剛剛05分 剛剛夠了 總結一下 曲線比較麻煩 畫的時候 能夠找到X軸節距Y軸節距 就最完美了 不過Y軸節距一定會找到 但X軸節距未必找到 就會半天調 我剛才說了一個解決辦法 就算你找不到X軸節距 你都可以在對稱軸和Y軸節距中間 前一點 因為我不想少數 因為2.5很難計 我就退一點 不拿2 拿2 拿2 就算了38 剛才這個2和5相差是3 所以剛才這個5加3就會8 就會對稱 你就會出到8和38 你就會連上去 就可以了 同樣到你這個高度 86 你拉下去 這裡距離是5 這裡也會5 所以就10和86 那就行了 好了 我們明天再見 各位同學 記得下課準時上課 尤其是第一課 我講了很多次 第一課是影響你的缺席率 拜拜 拜拜